哇哇哇哇哇 好香喔 我賺天堂了吧 超級好吃 有麻油的香氣 再搭配上軟嫩的雞肉 超好吃 它提味提得非常好耶 它裡面還有那個肉汁 滑洞的感觉 超超超超超超級高分 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雅 今天呢又來到我們的 美食新品開箱系列啦 這個系列呢 真的是有點久沒有跟騙了 因為最近數十店好像都沒有出什麼比較特別的新品 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更新這個系列 那今天要介紹的東西呢 是肯德基的入冬商品 台酒麻油紙包機 這次的商品呢 我個人覺得應該算是安全牌了吧 畢竟麻油機本身就是用雞肉做成的料理 那他只是把這個麻油的部分呢 加到我們平常在吃的紙包機裡面 那紙包機的原味呢 是義式的口味 所以變成台式應該也不會太差吧 好啦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 直接來開箱吧 登登 餐點在這裡 這次呢還有一個小彩蛋 就是本來紙包機呢都是附白飯的 那因為搭配上了這次麻油機的主題 連飯呢都改成了麻油雞飯 其實光是現在這個樣子呢 麻油的味道就已經非常出來了 另外呢他這邊還有附身一個 紙包機的料理酒包 比較愛酒感重的人呢 那就可以多加一些 那我們先來開今天的主角 噢 噢湯湯湯湯 Tran 好燙喔 這是土窯機吧 诶太燙了吧 好 那我們來開他囉 究竟會長什麼樣子勒 好像喔 因为平常你路过一些麻油鸡摊的时候 那个麻油会油味太重 我个人就不是很喜欢那样子的一个麻油鸡 但是它这个麻油 很香 好首先我们看到它鸡肉的部分呢 表面上看起来还算是蛮入味的 那皮的部分呢它没有完全去掉 麻油鸡呢我觉得皮的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可以把皮给去掉 量来说我觉得不到很多 男生吃的话一个套餐有可能会吃不太饱 旁边呢要搭配一些像是辛鲍菇的小配料 啊真的好香喔 忍不住了 直接开吃吧 我上天堂了吧 超级好吃 首先第一个是它的口感 它是用铝箔这样包起来 然后进去做烘烤熟成的 所以呢它的肉质绝对是非常嫩 而且非常多汁的 它连麻油一起吸进去它的肉里面 放一咬下去 有麻油的香气 再搭配上软嫩的鸡肉 超好吃 不过呢唯一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算是缺点吧 在最里面的部分呢 还是有一点粉红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一点 那我个人是觉得还好 因为好嫩好好吃喔 没想到麻油鸡隔热烘烤的方式呢 不但可以保留鸡肉它原本的鲜味 还有它的软嫩度 然后呢还可以再把所有的汤汁收进去这个鸡肉里面 喔好好吃 那大概可以是我这半年来 这种奇奇怪怪的口味里面 最好吃的一种 而且我觉得它保留这个皮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在烘烤的时候啊 很容易会让鸡肉的表层 会稍微比较焦脆 然后甚至比较偏干一些些 因为它保留的那一层皮 完全没有那种 柴柴分离的感觉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赞它了 太好吃了啦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它大腿的部分 大腿可能就没有办法到这么嫩 这大腿呢也是完成保留了它的皮 喔这个剥开 有有有它里面 它里面还有那个肉汁滑洞的感觉 应该是不会太差 我们配着皮吃吃看 真心推荐 吃的时候要连着皮一起吃 因为它的皮呢是整只鸡腿里面 吸收酱汁吸收最多的地方 但它也完全没有油的感觉 就是香 好好吃 那我们加一点酒包看看 喔 闻上去有更正宗麻油鸡的味道了 哇很赞耶 我本来以为酒感一定超重的 一咬下去的时候 第一个进来的会是米酒的味道 但是它不会有那种很呛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酒感很重的那种味道 就是它提味提得非常好耶 不相信再加一次 我这次加的比较多一些些 嗯 好香 你看 这个肉 一吸就全掉了 也不用咬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肉质有多么软嫩了 我这次加了比较多的米酒 所以那个米酒的味道呢 到进入鸡肉这个主角的时候呢 都还是有一些鱼韵残留的 但是其实没有到很强气 那之前呢我吃麻油鸡的时候啊 还有遇到一个问题 可能是米酒加的太多吗 有时候会造成你在吃鸡肉的时候 会带一点点的苦味 但是在这里呢 是不用担心 不会有这个现象出现 超级好吃 我给这次的台酒麻油纸包鸡 超级高分 如果以满分10克星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给到 9.4分 唯一的小小缺点呢 就是分量有点不足 好啦那吃完这个平价超高的麻油纸包鸡之后呢 刚刚差点忘了它 麻油鸡饭 这样闻的话 麻油的味道还蛮重 但是就饭的色泽上看起来呢 感觉应该没有加到很多 因为饭呢还是偏白的 我觉得这个饭的部分呢 就稍微逊色了一些些 因为吃过很厉害的麻油鸡饭 应该是要非常的饱满 然后麻油的味道呢 非常的浓缩在饭粒里面的 但其实这个饭吃起来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感觉还好 一般般吧 好啦那我们今天的新米开箱呢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总结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的台酒麻油纸包鸡 我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就味道上来说呢 我觉得它已经几乎是 无可挑剔了 不管是加了米酒还是不加米酒 都非常的好吃 那再说到饭的部分呢 毕竟它是一个配餐啦 所以重点呢 我们还是集中在这个纸包鸡的部分 最后呢说一下它的价格 我这次点的是个人餐 这样子呢是169元 其实也不算贵啦 不过份量偏少的话 可能会吃不饱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喔 我们下期见吧 希望更快有新品 拜拜 bye 没关系 走走 走走 走去 走 左儿要烫伤了 那接着我们看到肌肉本体的部分 哦 連肌肉本体都好烫喔 平敷一下 不然等一下要烫伤了 哦 知道 知道 不但可以保留肌肉原本的鲜味 還有 軟 不但可以保留 不但可以保留 雞肉的鮮味 還有它的暖 我本來讓我這邊大舌頭 我本來讓我看看